卤牛肉的时候,千万不要乱放香料 一定要牢记七放两不放的诀窍 这样卤的牛肉才会肉嫩不柴 而且越吃越想吃 今天我就把五星级大厨教我的配方 分享给大家 天气越来越冷了 牛肉也越来越贵了 今天起了个大早 花70块钱买了两斤牛肉 你们那里多少钱一斤啊 把切好的铁盆放进牛肉里 千万不能直接下锅焯水 先在牛肉里撒一把盐 再加入一大盆清水 没锅牛肉 因为淡盐水能够快速地渗透到牛肉里 能很好地把血水泡出来 达到去腥的目的 关键还能软化肉质 泡好以后再焯水 这样能让牛肉里的杂质和血水 充分地释放出来 再倒入少许的高度白酒去香增心 水烧开以后撇去浮沫 捞出来清洗干净 准备烧一锅开水 放入姜片和葱节 一大勺盐 一勺鸡精 一块老冰糖 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一小勺黄豆酱 再放入牛肉 卤牛肉第一不放黄酒 因为黄酒和牛肉煮的过程中会发酵 容易导致牛肉的肉质会发酸 第二不能放大蒜 因为放的大蒜会有一股生蒜尾 一放桂皮 二放八角 三放香叶 四放白尺 五放干辣椒 六放小茴香 七放花椒 您一定得系好了 一起放入锅里 盖上盖子 小火卤一个半小时捞出来 自然放凉 也可以放进冰箱冷藏 想吃的时候啊 您就直接拿出来切 这样做的卤牛肉啊 软烂入味 特别好吃 学会了 您就做起来给家人吃